你好 欢迎收看4月9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贵 正安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9号宣布本土新增有442例的病例 达今年新高 而华联也在增加24例确诊 有21个人是和奥斯卡餐厅的群聚有关 另外3个人则是和外线市确诊者接触染疫 华联县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公布海量确诊足跡有29张 有21个人是跟奥斯卡美式餐厅是有连结的 另外3个人是外线市匡列 现在在花莲确诊 所以现在也住在医院 目前在奥斯卡的群聚里面 到目前还有很多都是属于有到我们的奥斯卡用餐 还有另外是5群表演工作者的延伸 光华国小有一位确诊 所以光华国小三年级 只有一班17人 停课到4月22号 那今天有一个是新的 就是我们蒙特梭利幼儿园的部分 这个暗号是26699 是被父亲感染 所以蒙特梭利幼儿园从4月11号停课到4月15号停课 另外自强国中这个部分 昨天有报告 因为他有确诊 但是还没有列案号 他是被在奥斯卡工作的家人给传染 所以自强国中4月 他的这个班级4月11号到20号停课10天 那因为这个同学他的活动力比较强 所以自强国中在4月11号全校预防性停课一天 自强国中4月11号 自强国中4月11号 预防性全校停课一天 现在的疫苗接种的部分 在我们的花莲火车站在每一个周末 礼拜六和礼拜天 从下午2点到晚上8点 都在花莲火车站来为大家服务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那另外在周间的部分 礼拜一到礼拜五 各医疗院所 卫生所都可以来施打 我们的新冠疫苗的接种 请大家一定要前往和接种 那另外呢 就是大家很关心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匡列的人数非常的多 那也都这个在防疫旅馆 或是在家居隔 那所以这个部分 居隔的部分都会这个我们会留意 那另外如果有足迹重叠 或者是你有朋友是 这个在被确诊的 没有被通知到的请一定要去做快塞 目前在今天 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在护花 都还有为大家来做快塞 从下礼拜一开始就是由门诺来接手 所以从护花今天礼拜六礼拜天下午 中午12点到下午6点都有为大家快塞 所以请我们的这个刚才有报告的 有足迹重叠的 或者是我们有学校的学童 有确诊或者是居隔 都可以到为求谨慎 都可以到布华来做快塞 5 5 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